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健康频道 本期节目的内容是 晚上睡觉就是咳嗽不停 停止夜间咳嗽的妙照 不管你是症病了还是有过敏症 想要让自己感觉更好的 主要步骤就是获得良好的夜间睡眠 但是当咳嗽让你整夜无眠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还好这里有一些简单的补救措施 可以帮助你打败咳嗽再次拥有好睡眠 1.查找原因 评估你的症状 你是一整天都在咳嗽呢 还是只在晚上咳嗽 你的咳嗽是最近才开始的呢 如果你仅仅是小感冒 你的免疫系统会击退那些病毒 症状就能得到缓解 如果你怀疑是过敏症 或是哮喘就进行下一个步骤 回想当你第一次咳嗽时的情景 试着准确描述出有变化的东西 比如说你在跳槽市场新买了一个羽毛枕头 又或者说也许最近天气一直特别干燥 你的房间等会尘也比品尝过些 无论什么原因 试着查明导致和嗽的真正原因 并采取措施 停止和嗽 一用热水清洗床单 如果你经常和嗽 你就应该每周洗一次床单 这将有助于 驱逐残留在你床上 家居你和嗽的 尘满和霉菌 二真空和灰尘通常停留在表面 灰尘和霉菌是很常见的过敏源 所以要确保你的房间是无存的 这是走向良好夜间睡眠的关键一步 三睡觉前 洗个热水澡 从热水里散发水蒸机 能够帮助你清洁呼吸到 然而你需要挤身一点 水蒸气有时会使消泉恶化 四喝一杯热茶 养成临睡前喝一杯草药茶的习惯 这些有助于清洁和缓和你的喉咙 五吃一茶匙蜂蜜 就可以暂时舒缓你的喉咙 让你安稳入睡 另外你可以搅拌起茶匙蜂蜜 在热茶里或者吃一根蜂蜜棒 六保持水分 放一杯水在你的床边 每天晚上 临睡前都喝充足的水 七打开增湿器 但是不要开得太大 要记得 黎菌在潮湿的空气中 会迅速反眠生长 打开增湿器 单位调到中方 或以半开模式 把增湿器放在床头微变 因为这能最快达到效果 八支撑自己 多点几个枕头 以便在你睡觉时身体能够清醒 这个可以帮助你防止 粘液附在喉咙上导致咳嗽 如果你感觉这样不舒服 你甚至可以尝试 就被叠一些百科蜷束 或者积木在靠近头部的床下 这样你的床就有了小斜坡 九如果其他方法没有效果 你就得致咳嗽 恶意剂 或者采取其他的睡眠措施 像那回二这样的飞除方法 是非常有用的 全移之剂 然而这些药物不能长期服用 如果你发现自己服用这些药 已经超过几天 你就应该去看医生 如果你怀疑自己是过敏症 可以尝试在睡觉前 服用抗阻按机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话 请按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